乐观的玄米教练 善良的历史教师 极具前途的美女硕士 及众多光环与医生的她 就在一场聚会后 离情失踪 是离家出走 还是遭遇活害 大家好 今天是奇观观察室 我是童风 在2005年的美国 有一位美女教师神秘失踪 引起了全美的关注 案发地只是一个几千人的小镇 警方找遍了整个小镇 也没有发现踪迹 此案曾一度成为 美国著名的悬案 最终在12年后 一位关键证人的出现 让悬案得以告破 那么当年究竟发现了什么 为何一起普通的失踪案 会引起如此多的人关注 下面我们就穿越会儿2005年 带大家重新梳理一下案件的细节 佐治亚州地处美国东南方 面积虽然不大 但却是第四个加入美利坚和中国的州 著名的可口可乐公司总部 就是坐落在这里 在佐治亚州 有一个叫奥希拉的小镇 在2005年的时候 小镇一共只有3000多人 大家也都彼此熟络 是个安静和谐的移居社区 主人公塔拉格林斯特德 于1974年11月14日出生在佐治亚州 小时候的塔拉非常可爱 又特别爱笑 邻居们都很喜欢她 塔拉十几岁的时候出落得更加漂亮 由此美貌自然要让更多的人欣赏 于是塔拉四处参加选迷比赛 并且为此每天都会在家勤家练习 她的父母对此也不反对 男的孩子有自己的爱好 表示全力支持 天生励志的塔拉果然没有让人失望 在大大小小的各种选迷比赛中 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以及一部份的奖金 这些奖金足以让塔拉维持学业 和参加选迷比赛所需要的费用 1999年是塔拉最为辉煌的时刻 这一年她在佐治亚州小姐比赛中大放一彩 并获得了蒂夫顿小姐的图鞋 不过选迷行业终归是吃青春饭的 再出色的选迷小姐也终要向岁月低头 塔拉也一样 随着年纪的增长她不得不退居幕后 不再当选手的塔拉依旧很努力 从事着两份工作 一是选美教练 主要负责这道奥希拉地区的一些年轻选手参加比赛 二是历史老师就职于奥希拉欧文县高中 同时还兼任学校的拉拉队教练 此时的她已经是教育学硕士学位 在学校也当上了助理校长 但为了更进一步当上校长 她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塔拉给人的印象总是那么乐观向上 学生的老师和同学都非常喜欢这个整天乐呵呵的美女教师 尤其是那些参加学美比赛的年轻女孩 更是将塔拉视为榜样 小镇上几乎听不到有关塔拉的负面年轮 可是谁能想到这样一位极有希望成为优秀校长的塔拉 却离奇是怎么办 2005年10月22日 这一天是周六 小镇正在进行一场年度学美比赛 作为教练的塔拉自然很是忙碌 她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了参赛选手 指导他们的发型、穿着、装样等等 晚上8点半的时候 塔拉到邻居家串理一趟门 在这之后又参加了一个烧烤聚会 大约晚上11点的时候 她独自一个人开车回到了住处 到此为止一切正常 10月24日 这一天是星期一 作为历史老师的塔拉 本该到学校上课的 可是整个上午 学校内都没有人见过塔拉 有一位塔拉的好友说 塔拉永远不会那样做 她永远不会离开她的孩子们 塔拉的邻居们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正常的工作日 塔拉是需要开车去学校的 可是今天不是怎么的 一个上午了 他们家没有任何声响 车子还安静地停在了院子中 这对于一向首饰的塔拉来说 可不太正常 热情的邻居可能考虑到 塔拉还没有结婚 一个独居女孩 万一出事了都没有人知道 就帮忙报了案 没多久 奥西拉警察局长比利汉考克 带着警员来到了塔拉的家 此时塔拉已经消失34个小时了 她最后出现的时间和地点 便是她11月22日 参加朋友的烧烤聚会之上 警方在检查了塔拉的房子后 发现了以下这些线索 线索1 有人进过塔拉的汽车 塔拉汽车中的驾驶座椅 被向后推得比平时更靠后 很明显有人曾经进入过车子 线索2 房子没有入侵的痕迹 塔拉房子的门窗完好 没有暴力入侵的痕迹 屋内塔拉的手机正在充电 但塔拉的钱包和钥匙却不见了 除此之外 卧室地板上有塔拉的衣服 床底下有一个闹钟 床头柜的一盏灯坏掉了 房间内没有明显的挣扎痕迹 根据塔拉的亲人和朋友说 塔拉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 所以散落的衣服让大家感到很不安 线索3 一副乳胶手套 塔拉的院子内有一副乳胶手套 这个手套并不属于塔拉 那么极有可能就是凶手不假的 线索4 一张名片 房门前有一张名片 名片的主人是父亲陈正的一名警察 根据这些线索 塔拉很可能是发生了意外 这对于原本安逸的小镇来说可不得了 于是他们立马请佐治亚洲的调查局 请来负责 GBI的特工 加里·罗斯威尔赶到了现场后 给出了塔拉已经发生意外的判断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塔拉 就这样一场绅士浩大的搜索行动开始 罗斯威尔特工说 这是他人生职业生涯中最广泛的搜索 塔拉工作学校的老师 学生以及志愿者 纷纷走上街头巷尾 以及附近的树林河流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警方也派遣了警犬 直升机 但是都没有结果 寻找塔拉的巡人启事 被做成了T恤印在了气球上 切满了街头巷尾 警方也悬赏了1万美元 可是塔拉仿佛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任凭居民把小镇翻了一个遍 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塔拉的线索 这对于只有3000人的小镇来说 简直是难以置信 明明就是一个很小的社区 左邻右舍都是熟人 在如此大规模的搜索下 塔拉究竟去哪呢? 按照常理推断 像这种房子没有入侵痕迹的情况 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本案共有3位嫌疑人 第一位就是塔拉交往了6年的前男友 马库斯·哈珀 他们分手的时间正是塔拉收送的2个星期前 警方调查了这个哈珀 发现他确实不简单 他曾经是一名警察还参加军 约塔拉虽然有了6年的恋爱关系 但是两人在恋爱期间都还跟第三者保持着关系 也就是你管你的我管我的 这两人分手后的一个星期 塔拉曾经找过哈珀且就复合 塔拉的家人表示 塔拉是真的爱上了哈珀 并且想嫁给他 这一点塔拉的好友也可以认识 塔拉在分手之后 确实变得心烦意乱心神不灵 可是哈珀并不想在这个小镇定居 他有着更大的追求 于是就拒绝了塔拉 警方根据这些大胆做出推论 两人在分手后 塔拉纠缠不放 哈珀被纠缠的实在没有办法 就动了坏心思 事后哈珀凭借之前当警察的经验 将塔拉处理得一干二净 此时小镇的居民也是议论纷纷 认为塔拉的消失就是哈珀干的 可是在后来的调查中 在塔拉失踪那天晚上 哈珀正在和一位警察好友在酒吧里喝酒 有着完美的破灾场真理 第二位行人 安东尼·维克斯 他曾经是塔拉的学生 是一个问题少年 干过不少小偷小摸的事情 塔拉为了让安东尼感谢归正 可是操碎了心 可没想到安东尼在塔拉的七星教导之下 竟然爱上了这个美女教师 曾经在2005年3月的时候 维克斯试图潜入塔拉的家 骚扰他 塔拉还向这个事上报给了当地的警局 警局也确实有登记在案 警方调查了这个维克斯 他也有着完美的破灾场证明 摆脱了嫌疑 第三位嫌疑人 就是当时在塔拉门口捡到的名片上的人 他是附近城镇的一位警官 而且已婚 根据邻居提供的线索 这一名警官曾经多次前往塔拉的住处 就在塔拉销售的那天晚上 塔拉家里的电话机上 有数十通未接电话 都是塔拉的 警方推测 这位警官很可能和塔拉有点暧昧关系 根据现场发现的名片和未接电话 说明这个警察也在找塔拉 如果他是凶手 作为警察的他 不太可能留下如此明显的证据 再加上 警方也一直没有找到直接证据 来证明他就是凶手 三个嫌疑人都被排除了 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 此案一直悬谈未决 案件久差不破 这给警方很大压力 因为塔拉在小镇的知名度比较大 所以这起神秘的失踪案件 不但没有冷门 反而是全美皆知 变成了美国著名的宣案 在随后的三年中 小镇居民在茶余饭后 讨论最多的依旧是塔拉的神秘失踪 大多数人都认为 塔拉的前男友哈珀就是凶手 只不过没有证据将他定罪罢了 哈珀也是心里苦 每当他经过人群时 总有人对他指指点点 这种情况终于在2008年的时候 有所感官 这一年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 48小时详细报道了这起本该保密的案子 警方在节目中透露 后来在实验室内 成功从塔拉家院子中 找到的乳胶手套上 提取到了两个人的DNA和指纹 其中一人是塔拉 而另一个人是一名男性的DNA 身份却未知 之前三位实验人的DNA 跟手套上的DNA都不匹配 不仅如此 塔拉的一些男性朋友 和国家数据库内 都没有匹配到对的人 2009年2月 在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自曝视频 视频中的人自称 抓住我的凶手 他在视频中声称 要对16名女性受害者负责 还隐晖地指出 其中一名就是学美教练塔拉 虽然视频中的男子 对声音和脸部都做了处理 但是警方还是凭借技术 抓住了视频作者 27岁的安德鲁海利 经过警方调查 这个安德鲁做的视频 就是拨人眼球罢了 完全就是恶手剧 当然安德鲁也如愿 因此事而被定罪如 2010年 塔拉神秘失踪的5年后 官方正式宣布其死亡 不过此案依旧没有听着调查 塔拉的失踪 依旧是全美经常讨论的话题 转眼时间来到了2017年 一条重要线索的出现 将塔拉失踪案 重新拉过到了人们的视野 2017年2月23日 小珍的一位名叫布鲁克·谢里丹的女子 勇敢地站了出来 她向警方透露 我男友伯·杜克斯有一个秘密 她有一位室友瑞安·杜克 两人名字虽然相似 但并不是亲戚关系 他们是高中同学 在高中期间就是问题少年 经常打架偷窃 后来都成了塔拉的学生 瑞安在2005年的一天夜里 将熟睡的伯叫醒 并告诉他 自己在潜入塔拉房子行窃时 被塔拉发现了 结果拉扯中出了意外 警方一听到这个消息 可是激动坏了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 那么12年的悬案 终于可以告破了 警方立即将伯·杜克斯 带到警局问话 伯自知东窗事发 也隐瞒不下去了 就老实交代了当年的情况 她说 室友瑞安在犯事后 为了脱罪 还借用了我的皮卡车 将塔拉的遗体 运到了我们家族的一个果园内 然后埋了 后来事情闹大了 瑞安害怕塔拉的遗体被人发现 就一把火将塔拉给烧了 这也就解释了 为何将小镇翻遍了也没有找到塔拉 随后 警方跟着柏 来到了他们家族所拥有的果园 在柏的指引之下 警方找到了他们当初放火的地点 在这里也确实找到了一些残留的骨头和牙齿 法医经过鉴定 确认了这些都是属于塔拉 于是警方以谋杀罪名 逮捕了瑞安读客 一开始 瑞安的态度很强硬 拒不认罪 但当初在案发现场发现的乳胶手套上 提取的指纹和DNA 经过对比都是属于瑞安的 在铁镇之下 瑞安终于成了罪行 直到此时 这起牵动了无数人的悬案才得以告破 实际上 这起案件是有机会在第一时间告破的 因为就在塔拉失踪的几周之后 小镇上就流传了一个故事 有两个年轻人说 塔拉的失踪案就是他们干的 还将遗体带到了一处果园给烧毁了 这两个人就是瑞安杜克和博杜克斯 小镇上有不少人都知道这个故事 最后人们把这个重要线索通报给了警方 可是不知怎么的 警方当时并没有重视 甚至没有记录在案 这也是导致此案 宣治12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7年4月 陪审团以6项罪名起诉瑞安 包括恶以谋杀 重罪谋杀 严重殴打 务事盗窃 和隐瞒其他人的死亡 其审判过程相当漫长 后来又受到疫情的耽搁 其审判结果一直流出来 而博杜克斯当初 绑瑞安处理了塔拉的遗体 后来又一直隐瞒塔拉的死亡 阻碍了案件的调查 也被捕误语了 2017年6月 博被法院指控隐瞒死亡 篡改证据并阻碍对罪犯的拘捕 对于这些罪行 博供忍不讳 被判处25年监禁 不过有细心的人发现 瑞安的证词和博的证词 在细节上略有不同 因此有人怀疑 博或许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了 而不仅仅是帮忙处理了遗体 和隐瞒事实这么简单 可惜塔拉的遗体已经被毁 也没有证据证明 博就是元凶之一 所以这也只能是一个谜了 好了 以上就是学美教练的神秘失踪案 帮忙点赞评论加订阅 你动的手指就对我莫大的鼓励 游长风 陈一杰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